聖經一甲,我們的使命,聖靈更新,活出聖經,合一榮神。 憤怒是體貼肉體,還是體貼聖靈呢? 這是一個關乎基督徒生活和信仰的重要問題。 根據羅馬書第八章,體貼肉體的人是與神為醜, 因為不服神的律法,也不能服, 而且足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,體貼肉體的結果就是死。 相反,體貼聖靈的人是超乎律法之上, 而在恩典之下,不按而聞的救讓是奉神, 乃按心靈之身讓是奉神,不但不觸犯律法。 反而結出聖靈的果子,體貼聖靈的結果就是生命和平安。 因此,憤怒是體貼肉體的表現,而不是體貼聖靈的表現。 憤怒會使我們違背神的旨意,傷害自己和他人,失去神的喜悅和平安。 聖經教導我們要棄絕一次的惡言惡行,包括一次的怒怒、憤怒、惡毒、毀胖,並一次的惡意。 我們要以溫柔、和平、寬容、恩慈、憐憫和赦免的心態對待別人。 就像神在基督女赦免了我們一樣。 憤怒是一種跌入罪與死的律的表現。 它會使我們失去在基督耶穌女的自由和生命。 憤怒是一種通向死亡的罪的循環。 它會使我們陷入罪的奴役和死的權勢中,無法自白。 根據雅各書第一章。 快快聽,慢慢悅。 更要慢慢動怒,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。 根據雅各書第三章的內養。 處理憤怒的方法有以下幾點。 要控制自己的舌頭,不要用惡言惡語傷害別人。 因為舌頭是一個能引起大火的小火種。 也是一個充滿害死人的毒氣的不義之物。 能污衛全身,讓我們下落地獄。 要明白世人的智慧和從神而來的智慧的區別。 世人的智慧是地上的、屬情慾的、屬鬼魔的。 會生出紛爭和妖亂。 從神而來的智慧是清潔的。 和平的、溫良的、柔信的、滿有憐憫的。 多結善果的、沒有偏見的、沒有假毛的。 要按住從神而來的智慧行事。 用和平的心種下和平的果子, 就能得住公義的修成。 聖經吉甲邀請大家,分享、讚好、訂閱、留言。 影片完結祝福大家。